现在咱们到了县城的收费站了 过了收费站进去就是县城 前面还有一个检查口 不要片了 然后他们这边这个收费站是一个车 一个小车十块 咱们拖了个拖挂 就等于算是两个车 就收二十 咱们开这个车 拖着后面那个拖挂 一个车能收费是十块 后面那个拖挂也算一个车 两个车收费二十 出去的时候二十 回来二十 一共四十 你以前不知道拖挂还有收费 对我以前不知道拖挂还有收费 然后好像是最近 最近好像刚改 刚改的吧应该是 就是拖挂过这些个收费站 是也按一台车算的 跟前车一样的费用 交两台车的费用 总结一下出去的聊天 这拖挂不好玩 这咖子捡石头不好玩 看给我晒着的脸 摸皮了都 晒着有点有点 但是捡石头这事我不会放弃的 回去把这车还给李哥 开着咱家大车接着走 走到哪算哪 接着捡石头 在心里讲我咋的 不说捡的一车 我也得整个半车 是吧 回家 送过亲朋好友了 啥的 实在不行 拉捡多了回家清墙 后来回家清墙 哈哈哈 赶紧回城吧 这家给我们造的都已经不像样了 看看帅的 哎呀 老婆 经过了7756铁 回到这个房车驿站了 这咋还大门关上了呢 出那把事以后营地给清场了 清场了 不让外人来了 房车一站 清了你看没车了 在边一台车都没了 都在这家车 你看之前营地里那么多车 现在一辆都没了 然后这个是自己的车 这个是咱家车 这个是老板的车 行先停这吧 先倒东西吧 倒东西 再把车给他挪过去 刚才费了九牛六五之力 把那个拖挂给老板停过去了 给他停好了 刚才把车里卫生鱼给搞了一下 把烹顶给他生起来了 然后放好了 现在再把这辆车的货币箱 卫生给擦一下 收拾收拾了 在后面再去收拾咱家车 咱家车还那一片呢 咱家五块哥真勤快呀 眼里挺有活呀 我刚扫完就赶紧拿马币来擦擦来了 这位这样就好就好玩 你再也就不然 那这个是必须的 好干干净净的了 看看咱们家这一堆 我还得往车上收拾 去的时候带了这两个电源去的 看看这个 这个还有76% 这个还有63% 给你带来啊 对 好 有点 有点 有点